我们今天的离音呢 圣道离音继续来分享 再论天才 因为我们知道 天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我们已经重复地说了多少次 天才就在于我们自己赚取的时候 适用的时候 是否得当 如果我们自己赚取的 实用的都是合情合理的 钱才其实并不是我们升天堂的板教士 在今天的读经当中 耶稣说了 我们用不一的钱才结交朋友 等到钱才失去价值的时候 由朋友结起我们到永生的账目当中 那很鲜然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世间是短暂的 一说账目呢 游牧民族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至于定居下来的这些人 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 游牧民族他们是主操二省 他们所喂养的这些圣口呢 当地这一片没有没有青草了 他们就会到游青草的地方 干着自己的牛羊去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那个放屋呢 是不不固定的 走到哪里都临时打起个帐篷 我们处在内蒙地带 我们知道那个蒙古堡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知道 成吉思汉 他横夸亚欧洲的时候 也使帐篷似的 走到哪里都定居到哪里 他的军队呢 也就在哪里栖息 给自己的生存 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而今天路加福音当中 耶稣告诉了我们 有朋友结起我们的 永远的账目 这里提到了一个永远的账目 永远的账目呢 是定居下来 那么现在这个账目是什么呢 或许是指着我们自己的肉体 保禄曾经说 我们这个应该采灰的账目 什么时候破坏了 什么时候损伤了 什么时候衰老了 采出我们这个 采出我们这个账目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遗及到 永生的账目当中 所以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耶稣也提到了 有朋友解体我们 进入永生的账目 那么很鲜然的 到我们现在 使用这些千财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那些 如同马斗福音当中 像我们所说的 我饿了 我渴了 我吃身落体 我怀病 我坐牢 你们看顾了我 照顾了我 这些人都很纳闷的时候 耶稣却向他们说了 反你们 对你们弟兄当中 最小的一个做的呢 就是对我做 所以我们现在 像我们身边的这些人 伸出了冤主之手 像我们身边的这些人 走近了他们 帮助了他们 陪伴了他们 照顾了他们的 都是照顾了耶稣 而这些人呢 都成了我们自己的朋友 所以我们将会进入 永恒的账目当中 即使永恒呢 很鲜然的 在那地方呢 已经衣食乌有了 牛羊呢 也不会抽其他的 没有水草了 所以我们看到 下边告诉了我们 一件事情说 在消失上 要忠心的 在大事上 也会忠心 在消失上 不忠心的 在大事上 也一定的不易 那么什么是消失 什么是大事呢 面对现在的 因是七句 俗事的事情 都是消失 俗事的事情 都是消失 而大事呢 大事就是旧灵魂的大事 我给你们报告一个大悉讯 这都是一个大的事情 那么 耶稣圣代的时候 天使向我们所说的 那很鲜然的是 耶稣的拯救事业 耶稣要拯救我们 把我们拯救到一个 永生的国度当中 所以在消失上不忠心的 那么很鲜然的 如果一个教友 读生活的时候 没有读出一个 基督徒的生活 给别人立了一个 坏的标样 那就等于说 他在处理这些 属世的事情的时候 是别人跌倒了 是别人背弃了信仰 那么他自己 所要受到的 惩罚是厌厉的 因为教友 用一块绿蜡的墨石 拴在他的过境上 趁在海底当中 遭遇这样 永远默灭的惩罚 所以我们每个教友 耶稣在今天告诉我们 在适用千财的时候 最容易引起矛盾 最容易发生 兄弟之间的不和 周历之间的矛盾 父子之间的不目 这都是因为千财惹的祸 所以我们在处理 这些事情呢 它可以代表我们 处理生活当中 所有的这些属世 因此我们自己 不要砍中了千财 而护视了我们 身为天主的儿女 所以我们先要 给别人理好的标样 因此耶稣的今天 告诉我们 那就是让我们自己 去善用千财 所以他说了 一个仆人呢 不能够同时 十分天主 而又十分千财 看到耶稣 忧任那位耶稣的时候 拿着一个 拿着一个开撒币 来问耶稣 该不该给开撒拿税 耶稣拿起这个火币 来告诉他们 火币上 现在是什么呢 他们说是开撒的头像 所以耶稣在今天呢 夜上的告诉我们 千财 别象征着这个世界 千财别象征着这个世界上的帝王 所以开撒的鬼开撒 天主的鬼天主 除此天主的事情 看到贪财的法利塞人 他们就吃消耶稣 耶稣却对他们说 你们在人前自以为是义人 天主却知道你们的心 那么我们能够欺骗人 却不能够欺骗神 难道眼睛的指导者 不能够看 难道耳朵的指导者 不能够听 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 天是不可欺 不能够欺骗上天 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书信当中 保禄宗徒 不管在今天的书信当中 当然是针对着斐利伯 一方面是感谢斐利伯 对自己经济方面的照顾 赞扬保禄的 歌颂保禄的 甚至赞美保禄的 人多的是 至于真正事实 帮助保禄经济方面的 未有斐利伯人 所以在今天的渡经当中 我们自己看到了 有一点如果我们自己 细细地去拼位 我们就知道 保禄所说的千财方面 在德萨洛尼的时候也好 或者是说 在 在其他地方的时候 俄夫说的时候也好 保禄无论走到哪里呢 斐利伯的人都会 慷慨地去帮助他自己的 生活费用 当然保禄主要是以自我 赶持帐篷来维持生计 也仍然是有需要的 所以面对这些需要呢 他说了 斐利伯的人虽然慷慨地 召集了 照顾了我 那么 召集一照顾的是 把自己本有的 试涉出去了 把本有的帮助了那些 帮助了保禄他们 然而保禄说 却要看看你们的账目上面 所有的那些英语 就是说 已经把这些 记载在你们的账目当中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知道 斐利伯人他们帮助保禄的时候 是把钱财拾出去了 然而这些钱财呢 不是拾给保禄了 而是把这些钱财呢 却出续在了天上 天主别会约拿 这是天主说中医的几品 其实在我们中间呢 也有一些教育 惯常奉献的人什么时候也奉献 但是他们的奉献呢 并不见得自己烧了 想法他们自己的奉献呢 越法的封足 而至于有一些人呢 教堂里边 改点活呀 做的什么事情呀 唯独捐献的时候 却看不到他们 所以我们没个基督徒 我们看到菲利伯的人 供应过包露 甚至在这方面呢 帮助了他的需要 但是包露说这些呢 并不是为贪求 菲利伯的这种汇赠 这种帮助 更主要的 就告诉了我们 只求你们的英语 不断的增加 这是就是保露 在为菲利伯的人去祈求 归在你们的帐上 你看看 适舍出去了 还要归在 菲利伯人的帐上 那么这个 如何的归到他们帐上呢 这个帐 自然而然的 指着是 佣生的帐物 所以我们 每个基督徒 我们应该 聚采一帖 而不应该 任由自己 挥霍 滋润 潇洒地去 把这些花碗 更主要的 我们应该看到 我们身边 有一些积蓄的 要努力地去帮助他们 当然现在是 稳定的和平时代 尤其是在贫穷的时候 在没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能够真实地 衡量出一个人的心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 耶稣在今天 探讨到天才方面 以及保禄宗徒 向我们所夸奖的 菲利伯 对他自己的慷慨支持 都让我们自己 对天才 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因为我们知道 不要让天才 成为我们的板教士 督来我们自己 升天堂 因为我们看到 耶稣曾经说过 妇人进天国 比骆驼 钻过真空 还要难 为什么呢 因为妇人 已经体验到了 经验到了 钱才给自己 所带来的便利 所以他能够把这些钱才 出备下 寸下 为的是在自己 有需要的时候呢 去为自己所用 所以耶稣也曾经 告诉我们 那个糊涂的 糊涂的菜主 因为大放手了 他要采回粮草 他要冲建更大的 但是糊涂的人呢 今天晚上就要收取 你的灵魂 那么你所 储备下的这些 留给税呢 这值得我们自己 去想一想 所以 我们自己 在使用这些 钱财的时候 我们自己 该想一想 如何去善用 而不要说 我们自己 只是 想让那个数字 看望着四维数 变成五维数 五维数变成六维数 你就说变成二十维数 有用吗 我们看到 今年春天 在 有一个 报道告诉我们 说是 一个华人 在印度的时候 得了病 可是他自己 所拥有的资产呢 上亿的资产 然而 上亿的资产 他能够带领 走什么呢 所以 那些都是 虚的 因此 我们自己 在今天的读经当中 灵回到圣经的用意 要多默想 才能够衡量出 千才的轻重 才能够衡量出 有益的真诚 才能够衡量出 真情的真实 才能够豁出 天主哀的生命 因为耶稣 把他自己给了我们 为的是 让我们自己 重视耶稣 追求永恒的生命 而不光是去追求 现存的这些物质的东西 好 让我们 静摸天壳 进入今天的礼仪 感谢观看